看美国乐团天后珍娜杰克森身穿黑色套装 在强烈的节奏下载歌载舞 不知道风靡了多少的少男少女 这张在1986年发行的歌曲《控制》 更在当年的告示牌节奏蓝调榜和舞曲榜夺下冠军 就在专辑发行了35年之后 《控制》日前再度于苹果40大流行专辑榜登上了冠军宝座 因此珍娜杰克森在推特上特别感谢歌迷的鼎力支持 因为她从来都没有想到会再度发生这么神奇的事情 《控制》是珍娜杰克森的第三张音乐专辑 也是她脱离杰克森家族长辈控制之后的首张专辑 看完了珍娜杰克森的表演后 接下来的这则八卦就是以敲臀走红演艺圈的金卡戴山 日前她和她的丈夫肯伊威斯特正式结束了七年的婚姻关系 据说造成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之前肯伊威斯特硬要参选美国总统 但是金卡戴山强烈的反对 另外肯伊威斯特还在竞选活动上 自爆差点就要把大女儿给堕胎掉的内幕 让金卡戴山相当的愤怒 接着夫妻俩不合的真相就贪在公众眼前被揭露了 另外一位流行天后小甜甜布兰妮则是相当的悲惨 她在2007年时因为受到前男友贾斯丁的抹黑爆料 以及父亲的剥削和媒体的舆论压力 让她身心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 日前上映的纪录片陷害布兰妮揭露了这些黑历史 引起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掀起释放布兰妮运动 自从2008年以来小甜甜布兰妮的父亲就接管了她的财物 成为她的监护人造成他们父女俩有许多的嫌隙 日前洛杉矶法院却裁定她的父亲继续拥有监护权 让小甜甜布兰妮不开心地表示 如果她的父亲继续负责她的演艺事业 她以后就再也不会表演了 美国传奇摇滚歌手玛丽莲曼森 就被前女友伊凡瑞秋武德指控 自己在十几岁时就被玛丽莲曼森虐待和兼幼 而洛杉矶县警局表示 已经正式对玛丽莲曼森展开调查 不过玛丽莲曼森对于自己被指控 反驳说这些都是极为恶劣的扭曲事实 接下来把目光转到许多年轻朋友 最感兴趣的电玩游戏 由于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都宅在家里打电玩游戏 那么2021年有什么最令人期待 最夯的任天堂Rich电玩呢 近期举办的Nintendo Direct发表会 公布了多款新作 即去年的吉和辣动物森友会 在全球掀起了无人岛生活的热潮 本次更新将与旗下的超级玛丽欧进行联动 玩家可以订购以超级玛丽欧为主题的各式配件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可以自由穿梭于岛屿的玛丽欧招牌水管 让众多粉丝超级期待 萨尔达传说玉天之剑 不仅保存了传统萨尔达系列作品的特色 同时也添加了大量不一样的要素 例如飞行披肩 抓住爬墙虎进行攀爬 以及冲锋等等 另外还可以收集各种的素材来强化道具 七弹大作战在新作中正名为普斯拉盾 玩家可以分为两个队伍 战地对战玩法虽然和前代相同 不过这次加入了可以从半空开始比赛的 鱿鱼生成等新动作 《玛丽欧高尔夫超级冲冲冲》 是玛丽欧高尔夫系列的最新作品 充满了各样对攻略场地有帮助的新要素 例如力量计量表 以及可以调查场地高低起伏点的侦测功能等等 支援邻近主机通讯 以及网路通讯 最多还可以让四个人对战 史上规模最大的绝地求生 PGIS全球电竞邀请赛 今年截击了32支全球顶尖的队伍 从2月8号开幕以来 展开围棋两个月的赛程 并争夺高达350万美金的奖金 第一周冠军揭晓就是由韩国地主队AF拿下 获得了奖金25000美元 而台港澳代表队K7第一周的表现亮眼排名第八 获得了2000美元的奖金 展望未来台港澳代表队K7与GEX 会跟各国的精英高手 插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 大家都相当的期待 就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